- 聽難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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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一期的節目 我是Sam 相信這幾天 大家都被那根又黑又長的東西 瘋狂吸板 沒錯 今天我們就從最初的根源 開始來聊聊刺刀 在刺刀出现之前呢 有很长一段时间 火枪兵跟弓箭手一样 要仰赖长枪兵的保护 去抵抗起兵的冲锋 火枪与长枪的比例 是当时重要的课题 但随着武火器的弓要性 越来越突出 长枪兵的比例越来越少 这时候就有人想到了 为什么我们不要直接把火枪 变成长枪呢 于是呢 在17世纪 很会玩的法国人 就发明了这种插入型刺刀 这个形状呢 设计得十分合理 也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但这个刺刀有一个缺点 在装上刺刀后 步枪无法发射子弹 不过对于当时的黑火药枪来说 重新装填再次射击下一发 需要很长的时间 火枪射不到两发 对方的骑兵就已经冲上来了 因此直接把枪装上刺刀 让随便就超过150公分的火枪 代替一下长枪 也是合情合理的 到了18世纪 刺刀迎来了第二次的改版 刺刀变成用卡榫套筒 连接在枪口上 上刺刀后 也不影响射击 射完马上就可以开始勇猛图字 很快就变成了各国步兵的标配 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中 英国威灵顿公爵 使用刺刀方阵 成功抵御了法国骑兵的攻击 同样也是在滑铁卢战役中 虎军与法军也在村庄争夺战 上刺刀近距离激情对决 霸特就是这个BUT 就算是在17-18世纪 刺枪也从来不是杀伤敌军的主要手段 就像上面提到的村庄争夺战 这种短冰枪接一片混乱的男男激情对决 枪托 刀 甚至是拳头或牙齿的使用度 也不输固定在枪口的刺刀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估计 在那个没有自动武器的年代 刺刀造成的杀伤也不超过一% 刺刀冲锋成不成功 更多是建立在两方士气的高低 先来一波远距离炮火打击 再来排队向前近距离射击 打破对方阵型后进行刺刀冲锋 人多得赢人少得输 刺刀反而更多是心理威慑作用而已 到了19世纪 自动武器出现 马克星机枪变成了全场最佳 连发明了义和团的清朝都知道要用机枪 士兵进行刺刀战的机会又更低了 要刺刀战 首先你要穿过机枪火炮 重重火网组成的无人弹 好不容易跳到了对方的战壕内 想说终于可以掏出我的刺刀 展现一下气刀体一致的刺枪术了 你妈直接一巴掌拍在你头上 拿出鼎鼎大名的战壕清理器 M1897限弹枪 12号限弹 6发装子弹 近距离无敌 扫平一切阻碍 这还不够的话 也可以掏出火焰分射器 对手不用拖光光 也能进烤箱 刺刀对决战壕里的两大杀器 高下力判 而到了二战 刺枪术更是大行升危 日军的万岁冲锋 让美军的机枪 一夜之间收头无数 每个用了万岁冲锋的日军 都没有差评 面对训练有数的军队 刺刀完全丧失了威吓敌人的能力 效果反而是让美军战果太丰厚 在战后换上了PTSD吧 快转到近代 刺刀最常出现的场合是阅兵典礼 战场上最常用到的功能是剪铁丝开罐头 就是没有拿来戳人的 乌尔战场的壮汉们 转兵枪接互相招呼的也是头刀跟拔剌 真的没有空先上刺刀再激情护博 刺刀真的只是一个多余的重量 连带都不带的 刺枪术的支持者常常会说 英军在福克兰或是伊拉克阿富汗 也都有刺刀冲锋退敌的记录啊 万一弹尽圆绝怎么办 但是保有刺枪训练的各国 在训练时着重的都是杀器 对着假人猛砍猛刺的痕迹 或是直接拿上角力棒 拳拳到肉的队练 跟国军现行这种 着重在动作有没有整齐 杀身有没有大身 像是在跳大会操的刺枪表演 天差地别 而且纵观1950年后 全球大大小小的战斗 不说十万也有个一万场 里面就只有不到十例 使用刺刀的记录 这个比例换算成 国军一年一无一的训练时数 大概就是教大家万不得已时 怎么上刺刀 然后记得用这个尖尖的地方戳人 至于什么弹尽圆绝的最后手段 205场 每年可以产出4000万发 5.56步枪弹 子弹绝对足够 真的这么担心弹尽圆绝 也是先搞好后勤补给系统 不是先一起来跳刺枪操吧 大家也可以参考我们去年与两位台义美军做的访谈 小队配合战伤救护 各式装备的使用等等 现在军队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当兵一年 练了很多的刺枪术 跟当兵一年 学了战伤救护如何战术配合 如何操作各式装备 哪个会让人比较有信心呢 在现在的战争中一定会碰到这一台 那一定会有一些这种urban warfare的东西 是UOMA 他会有那个铁铁 你要去breach 你要去breach over那个gate 你要进去嘛 在breach之前 他就开始丢CS GATS 在那边 oh my god 所以就会叫他用武器系统啊 什么在各种环境 什么像是什么Buddyrush 我们就喊看Buddyrush Buddyrush 还变成Team Bounding Squad Bounding 再到Company Bounding 所以就是从个人 然后再到小组的战斗 再到可能班级的战斗 再到更大更大 所以对新的士兵来说 他们会更了解 OK 大家在干什么 而看他这边 还是坚持刺枪术 传统不可费的前辈们 小弟没有忘记你们 告诉你们个好消息 二战日军 早就发明了最强的刺枪术 最经典的体验 留给热爱传统的你 没错就是 昭和快乐榜 四次刺而起 把地雷放在枪间 一枪刺爆坦克啊 想想都刺激 不只陆战 还设计了水下版本的弗龙 刺坦克刺快艇 只有在对空方面 稍微输给了刺针飞弹而已 用过的都没有抱怨 完全零副品武器 欢迎大家分享给你身边 不放弃刺枪术传承的前辈们 总之呢 看到国军去年终于把 最基本的射击训练大幅变革 到今年更是取消了 效益极低的传统刺枪术练习 以及对战力提升 毫无帮助的提振布 总算是开始往对的路上迈进了 但也希望能像射击训练一样 有好的改革配套 而不只是换个名称 继续进行低效益的训练 混吃等死 大家觉得什么样的训练是目前最需要的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小狗最近也和枪弹工艺合作 推出了一些用9毫米空间弹做出的酷东西 连接放在下面 欢迎大家去看看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 喜欢的话不要忘了按赞订阅 我们下期见 拜拜